林景洪和沈元两人见状 暗自点了一下头 林乔贤跟一般的女孩子 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 沈元掠了一下头发 展颜一笑 那好 我就不客气了 乔贤 不要怪姐姐破坏了你的初恋就好 姐姐也是为了你的将来着想 女人一生 如果所托非人 那无异于扬入虎口 这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 这是江道元 这几日来的所作所为 你看看 应该对你会有所帮助 如果你认为江道元 也不是你心目中理想的对象的话 还是及早抽身为好 女人一旦动了真情就会盲目 明知道前面是火坑 也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趁还没有陷进去前 及早抽身 还来得及 沈元边说 边从身边那个女人手里 接过一些资料 这些资料中 有照片 有光盘 还有一些纸 显得很齐全 沈元始终没有介绍 坐在身边的那个女人是谁 因此林景洪和林乔贤 对他有些好奇 但出乎沈元意料之外的是 林乔贤接过那些资料后 竟然没有去看 悠悠一笑道 哥哥和姐姐都已经下了判断了 那就说明江道元真的不适合我 我难道连哥哥和姐姐 你们都不相信吗 看了图惹自己伤心 看不看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说的异常决绝 这就是林乔贤 拿得起放得下 绝不拖泥带水 当然这也和他 没有完全陷入江道元编织的情网之中 也有一定的关系 否则还真有可能 如沈元所说的那样 女人一旦盲目起来 会犹如飞蛾扑火那样一无反顾 因为有林乔贤跟那名女子的存在 林景洪跟沈元之间 也没有表现得太过亲热 两个人只是聊着很普通的话题 这样的场景 自然不可能持续得太久 等林乔贤喝完那杯咖啡 林景洪兄妹俩便起身告辞了 离开了咖啡屋上车后 林景洪摸了一下林乔贤的头发 想去哪玩啊 今天你失恋你做主 想去哪玩 哥哥就带你去哪玩好不好 林乔贤咯咯一笑 哥哥 这可是你说的哟 可不许反悔 我想去喝酒 就喝一点点 林景洪点了一下头 启动了车子 跟林乔贤去酒吧喝了点酒 然后又去逛夜景 直到晚上十来点钟 才结束了林乔贤的失恋之旅 林乔贤表面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妥之处 但心里还是乱糟糟的如一团乱马 这也难怪他已经表现得足够好了 次日大年初二林景洪开始去各出拜年 今天的他不同往日 能让他去拜年的人并不是很多 不过要上他家来拜年的人可就多了去了 不说别的 光临系的就有得他头疼了 一些不够级别的根本进不了他的家门 只能通过各种渠道意思一下 但林景洪有个规定 绝不收价值高于二十元的礼物 不管是谁都不行 这多少有些特立独行的意味 特立独行往往会被人认为是作秀 林景洪也不管别人是怎么看的 反正他是铁了心拒收礼物 林景洪这么做 有些人自然坐不住 总不能说林景洪拒收礼物 而自己却大收特收新年礼物吧 这样就形成了鲜明对比 实在是在脸面上过不去 因此那些人只得狠下心来 也跟着林景洪的步伐 同时心中将林景洪 骂了一个狗血淋头 木秀于林封闭催直 这人真是太自大了 他还真以为想单靠他一个人 就能改变整个官场吗 简直是痴人说梦话 也不过是顾名钓鱼之贝尔 明着聚收礼物 暗地里不知道会怎么伸手呢 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你们也不想想他是出身什么家庭 他还需要收什么礼物 以林家的财力 他想要什么不能得到呢 就是去弄个小国家玩玩 也不在话下吧 在我们国内的官场上 也只有他可以张扬 就算开着老死来死去上班 也绝对没人会说什么 他林家的钱绝对干净 至少没有使用什么肮脏的手段 赚国内民助什么钱吧 另一个人看了前面 两个说话的人一眼 淡然地说道 他这话一出 另外两个人便沉默了 过了两久 第一个说话的老头 才叹了口气道 出身太豪华了 可惜他想鹤里鸡群 三人一时间都没有说话 这三个人都是临系中人 在知道林景洪拒收 拜年礼物后 发出了一番感慨 像他们这样的 估计在京城还有不少 其中就包括唐家 唐阳轩春节没有回京城 而是选择待在了乡上 也不知道 他是否憋着一股子气 想要跟林景洪一较长短的一步